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解锁的是日式炒乌冬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原料 首先是两人份的乌冬,拿开水浸泡 包心菜,包心菜是炒面的绝搭,绝配 然后香菇,两颗 蒜瓣,一会儿剁成蒜末 培根,还有虾仁 这个虾仁就是我一贯喜欢做的那种开背虾 一是把这个虾线拿水 第二呢,容易熟,形状也好看 再配上这个日式的这个卡兹欧 这个鱼的这种血和万能调料 由这个碎葱花和海苔 最后撒在这个炒好的面上 那现在下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做这个日式炒乌冬 首先啊,我们把这个包菜一页一页掰好之后呢 清洗干净,把它拍平 特别硬的这个头啊,可以掰掉不要啊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这种 大概是五厘米的这个建方的这种方块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把香菇切成薄片 蒜 去皮 做成蒜末 技术上讲呢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搭配 但是我呢,觉得这个日式炒乌冬配他们这个烧烤酱 最好的,味道特别对 所以一会儿它就是我的主要调料 基本上不用放其他的东西 现在我们把这个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倒油 热锅凉油呢,不容易粘 放的次序这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蒜末 放进去炸香 这第一步 然后把培根放进去 培根这油一过之后呢 它的咸肉的这个味道会香味会出来 锅完油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香菇和这个卷心菜一起放进去 大火翻炒两下 这时呢,放进虾仁 虾仁不能放枣 放枣了容易老 到目前为止都不用放任何的佐料 当这个菜啊 菜和这个虾 大家看到有六七分熟的时候 我们把乌冬面倒进去 乌冬面这个水 用开水烫完之后 要把水沥干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烧烤酱 适量的,一点点倒,别着急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咸蛋啊 慢慢来加 快速的翻炒,搅匀 颜色好看一点呢 我们可以点一些生抽 日式的烧烤酱啊都偏甜 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太甜的口味呢 可以加一点点盐 中和一下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面 已经非常粘稠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装盘 好,现在最后一步 我们把这个 鸡蛋撒到上面 在热气的这个作用下 它好像活了一样 有了生命 看 在动 然后把万能的这种海苔粉和 小葱粉撒在上面 好,一盘地道的日式炒乌冬完成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 谢谢 吃面喽 好 好